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再输入一下 诚事 不过这个地方 可能要让他查污资料 不能让他往下跑 不然的话 我刚刚有加了一个查污资料 但这个地方理论上 也不能让他新增 所以应该怎么去防止第三个 如果查污结果的话 如果他应该是什么 当他查询完之后 然后去检查说 他的 我这边是想到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 如果你们有想到 因为他里面没有办法 让我知道说 查询到底有几笔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就是像刚刚这边 输入AAA好了 这个错了 然后我输入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去检查 这个地方的查询结果 到底控制向下 是不是104857 不过一样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是针对 Excel2003和以前的版本的话 那就也不会 会变6536 不过再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 再告诉我一下 老师有查到一个 是什么 它是一个 sell.rown 不好意思 我不念英文 就是 sell.rown.co. ft. 他就会去看他这一个页面 罗康是吗 对 然后他就看他往下拉到最底的 跟他最终到最底的 跟这一页他最底的数字星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 就代表他没有带出任何字 OKOK 所以我记得我好看到这个罗康也可以 但是好像 我没有真实际上去做看 也许可以 如果两个你说两个结果一样 那表示就是没有 如果现在的程式都是用这个 罗康 OKOK 但如果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先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当然如果说这里面没有的话 那应该跟他讲说什么 查无 有没有 没有资料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这边应该取消筛选 所以如果 假如这个里面 他最下面是1048576 因为他总列数刚好1048576 然后查无资料 OK 先跳一下 没有资料 然后做什么 取消筛选 把这个这一页里面的Auto filter 筛选取消掉 好 然后 不过 Auto filter 不过 不过 好像会多一个工作表 那应该怎么样 上面的 Auto filter 是不是这个新增的地方 应该不能新增才对 还是说最后呢 还要再把那个什么 是不是说多 把那个工作表删掉 是不是 Shit 如果多这个 会不会反而更麻烦 这个再想想看好了 也许这个地方 也许就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 那第几个呢 我们应该是把 那个最后面这一个 把它删除 最后面这一个的话 应该是 应该这个直接把 那个什么 X放进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输入的那个名称 他建立的就是这一个 理论上这样 我试试看好了 理论上 再把这个删掉一下 OK 然后如果筛选 如果Aaa的话 按确定 然后他会建立 不过里面呢 应该是空的 把它检查 没有 查无资料 OK 那查无资料之后的话呢 取消筛选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把这一个 Aaa 把它删掉 OK 那 就这个里面的话 把它删掉 就最后这一个 OK 然后再离开 这样应该就OK了